我是就是我是 所以金函弟兄 从弟兄姊妹的 弟兄们的见证里面看见 他这一生有一个使命 就是要把这个永远的东西传给别人 散播这个福音的种子 这是他的使命 那我们相信他这样的服事和工作 有永远的价值 一面我是觉得 从金函弟兄的这个过程里面 也看见在照会生活里面 实在是满了神的爱 特别是我看到我们郭超级弟兄 哎呀为我们金函弟兄忙进忙出啊 好像是自己的兄弟 比自己的兄弟还兄弟啊 可以说是不计代价的付出 这个是什么 若是没有神的爱来充满我们 我们可能这样子做吧 我了解今天金函的姊妹 她没有办法来到这 这是何等痛苦一件事情啊 没有办法送自己的亲人 最爱的人一场 但是感谢主 在这里有教会啊 在这个区域多多 他不认识弟兄姊妹 在这里送我们金函弟兄